嗨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陈娱乐宴四爱习师 单身艺人多少年的老司机王婆 婆的频道正是于考古娱乐圈的夜市秘闻 感兴趣的可以点个订阅哦 我们都知道成龙一直都是娱乐圈中备受尊敬的一个演员 也是进军好莱坞的第一人 因此生命大葬后桃色新闻更是接连不断 有许多女性纷纷自动投怀送报以赚取自己的名声 甚至被爆出有私生女 不过对于成龙来说 她不仅仅有个糟心的私生女 她的大儿子房祖明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拥有新二代光环的房祖明 不仅继承了父亲成龙的风流花心 而且比起成龙有过之而无不喜 房祖明交往的女明星更是数不胜数 房祖明曾经私下里得意的表示 别看她出道时间不长 但追求女孩子没有失败过 被她炮上的女星十个指头都数不完 看来父子的基因的确相传 但更加劲爆的是 有很多大牌女明星居然被成龙父子轮流享用 今年婆儿就来为大家盘点一下 被成龙父子轮流玩弄的四大女星 第一个要说的就是国际影后张子怡 张子怡当年热吻成龙 借成龙上位的照片 成龙脸上被张子怡印上了五个深深的唇印 张子怡也首看明星自靠绯闻炒作的先例 因为那是发生在2001年的事情 到今天都十几个年头了 2001年2月9日 张子怡和成龙两人尖锋十颗二 这部作品第一次在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过生日 成龙送给她一条别致有珍贵的项链 白金的四方矿内第一次在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过生日 祝福张子怡永远有活泼的新与闪亮的演艺视野 连车一点多钟 工作人员在拍戏空档为成龙请生日 张子怡买通工作人员 雨带玄机的向成龙说 张子怡有特别的礼物要送给大哥 这时候张子怡走向成龙身边 搅柔百态的对成龙说 我就是你的生日礼物 说完立刻送上热情的五个连环相吻 买脸夹都是张子怡的唇印 成龙显得开心不已 接着张子怡又当场向成龙投怀送抱 任由成龙将他抱起 而张子怡除了抱着成龙亲了又亲之外 还坐在成龙大腿上 没得吃水果 喝他喝过的矿泉水 成龙还当着众人灌酒给张子怡 张子怡也一展盟女作风 大胆配合 但让人更加惊奇的是 张子怡在美国排金锋时刻二时 正与房祖明秘密拍拖 成龙最初是以前辈的身份 照顾儿子女友 但最后身体里的荷尔蒙爆发 与张子怡猜出火花 大家见成龙对张子怡特别照顾 关系非比寻常 于是有人怀疑张子怡是成龙的新魂 于是成龙张子怡 房祖明就这样被搞在一起 当张子怡被成龙父子共享的月经新闻 传得沸沸扬扬 迫于舆论的压力 张子怡不得不去国外发展 如今靠着作品和演技超公喜白 成为国际一线明星 但这段和成龙父子三角恋 至今依然是张子怡抹不掉的黑历史 第二位就是著名的 陈冠希艳照门事件的女主角 阿娇 阿娇和房祖明是因为 前击变二这部作品尽时的 剧中房祖明和阿娇有一场激情吻戏 当时房祖明情窦初开 拍完这部电影之后 两人很快就建立起亲密的关系 后来在一次记者发布会上 媒体追问儿子房祖明与 关恩娜的绯闻 成龙不屑的说 这有什么了不起 男未婚女未嫁 大家都有权挑选 而儿子出道以来 还分别与阿娇张不知传出绯闻 成龙表示 我不介意他和阿娇谈恋爱 再说介意也没有用 当年我反对他拍拖 是因为他只有十七八岁 像他现在中意阿娇 就只好让他中意好了 我不会干涉房祖明结婚的事情 更不会干涉他的结婚对象 后来房祖明与阿娇分手后 成龙和阿娇被媒体爆出 背后有一腿 多次被成龙遣规则 阿娇在2006年还发生一件 震惊香港演艺界的事情 阿娇去马来西亚演唱会期间的 在更衣室被偷拍 当时阿娇在媒体面前 以泪洗面 眼睛都哭皱 而当年演艺界大佬纷纷出面支持阿娇的清白 尤其是大哥成龙 先是出面记者会力挺阿娇清白 而且还召集圈内各大明星 反对媒体舆论暴力 这事阿娇在演艺界以孕女的形象重新定位 不过有大哥背后撑腰 一来二去 阿娇人气直升 当红一线女性 倘若是阿娇和成龙的背后关系 名不精准的阿娇如何能成功洗白 成为人气女星呢 更有机会结识 日后陈冠希老师 不过对于儿子房祖明的前女友 成龙直接取代儿子的角色 助阿娇化解危机 还是要给大哥一个大大的赞 第三位是死都捧不红的林鹏 成龙的电影中的有两部影片 名字叫大兵小将和天降雄狮 不知道你听过没有 林鹏就是这两部剧中的女主角 天降雄狮中有一段和成龙的对手戏 自己需要全冷出镜 本来打算用替身的 可成龙却说希望自己独立完成 林鹏听了成龙的话 没有用替身 选择亲自上阵 可惜这一拖 避不得汤伟和梁朝伟 到底是没有真正成名 在大兵小将中 她是唯一女主演 同样有非常大胆的镜头 色诱成龙和王力宏 后来在成龙大哥的生日宴上 两人之间的互动非常亲密 就在后面的曾志伟直接看呆 因为这件事 两人之间的绯闻 引起媒体的广泛猜测 林鹏成为龙女郎之前 其实是很幸运的 本是中系一名学生 2008年张艺谋导演 奥运会开幕式 她被挑中出演一名女教师 至此走进大众的事业 实际上在中系上学的时候 林鹏早与房祖明认识 只是两人的关系没有公开而已 一直到房祖明后来偷偷 中系看她演出才被曝光 而且每次演出 房祖明都会到场 要上台献花 林鹏之所以能和巨星成龙合作 完全是通过房祖明这层关系 经过房祖明的引荐 林鹏才能够得到机会 出演成龙的电影 可能是过多的合作吧 以至于林鹏与成龙的关系 搞得扑朔迷离 两人出席互动 显得特别的亲密 坊间传出了两人各种桃色绯闻 对于传出的各种绯闻 林鹏没有做出过任何回应 成龙曾对媒体解释 因为儿子和他的情侣关系 自己才会对这个女孩照顾有加 婆婆想说 成龙大哥 你竟然知道 林鹏是你儿子的女朋友 为何非要林鹏全裸与自己拍戏 明明可以用替身 难道你不尴尬吗 再说幸好你俩这么亲密的互动 你儿子难道不吃醋吗 最后一位是中国最受争议的女演员 也是和成龙关系最复杂的范冰冰 我们都知道在演艺圈里 能够得到成龙照顾的女艺人 没有几个 最受成龙喜爱的 当属范冰冰了 范冰冰从一个毫无名经的女星 一步步走到现在的知名女星 成龙在背后的推波助澜 是功不可没的 虽然范冰冰一直对外声称 自己是成龙的甘直女儿 成龙也曾在公开的场合承认过 但是两人平时私下生活中的一些暧昧互动 让人产生无限遐想 2013年巴沙明星慈善夜上 便有媒体拍到相邻而坐的成龙与范冰冰 两人在桌底下的双手紧紧握在一起 二人脸上也是尽简纯艺 局地逃亡参展了第66届嘎那定节 当时范冰冰姗姗来迟 大牌的成龙不但没有恼怒 反而一脸喜悦地说 我要迎接我的女王了 当范冰冰出场时 成龙便和她热烈相拥 范冰冰更是相当自然地 拿起成龙的手放在自己的腰上 动作行云流水操作熟练 就在采访中 范冰冰的手也是自然地放在成龙大哥的腿上 这种亲密的小动作 也只有情侣间或者特别亲密的人才会出现吧 可见成龙和范冰冰的关系真是不一般的 记得大黑牛李晨与范冰冰谈了很久的恋爱 有一次记者采访 成龙问她大黑牛李晨与范冰冰的关系时 成龙竟然说并不知道谁是李晨 是不是满满的酸味 不知道是真的不知情还是假装不知情 之后在接受搜狐娱乐专访时 成龙再对范冰冰有了男朋友感到遗憾 说我要介绍给他更好的 把小房子介绍给他 而范冰冰则笑道 成龙这绝对是爸爸对女儿的心态 看了上述的事件 是不是不明的让人感到娱乐圈的水真浑啊 虽然成龙父子在娱乐圈中 有着他人无法企及的人脉和势力 但是现在的成龙父子也相对低调了 成龙是年纪大了 而范冰冰经历了吸毒事件 更是学乖了 但是父子俩在娱乐圈同时玩弄女星的故事 至今仍是他与分后讨论更多的话题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下期视频更加精彩